好相关的涉案人等呢 从上到下都否认说 有给洪仲秋吼吼叫狗 真的是这样吗 这是桃园地检署 他们现在在勘验一些录影带就发现了 7月3号下午 其实洪仲秋在昏迷之前 他是非常认真的在被操练 但是同时旁边有另外三个禁闭声 却是在打混摸鱼 不过这个借护士 完全看不到其他三个在打混的人 一直紧盯着洪仲秋 难道这样不叫做好好把他照顾吗 洪仲秋那个时候已经 50个仰卧起坐都勉励做完的时候 他自己坐在椅子上 他竟然坐不住 他竟然砰一声 他就跌倒了你知道吗 洪仲秋在生前受到的身心折磨 不只是名嘴彭华干爆料 建方勘验影像 更发现洪仲秋 不管是仰卧起坐 扶地挺身 开合跳等动作 都认真完成 却疑似北 特别家财 摊坐在地上的话 他竟然讲 打数 一 二 三 四 这是我们不知道的 神志不清了 他已经崩溃了 7月3号 洪仲秋做体能操练 动作标准 但旁边的三位进闭身 摸鱼打混 一旁的接护士 视而不见 只盯着洪仲秋 难道是特别关照 让洪仲秋在送医之前 身心几乎崩溃 仲秋他做事情 我觉得他都是都会到位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所以他做事情 他不会说很马虎 就是带过 就是他该怎么做 他就会怎么做 即使体能以兵临极限 洪仲秋仍认真完成动作 洪仲秋说 这就是正秋的歌姓 但讽刺的是 另外三位进闭身 偷懒打混 让人不禁怀疑 难不成是上市翻左线 和辅导长吴亦竹 曾来进闭时探望 下达指令 洪仲秋才会被特别关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莫章 张忠斗 林金文台中 采访报告